回来看一下ACT对阵架的第三局上半场 发财哥这边掏出了自己 也算是绝活了 比赛里面掏爱哭鬼的 说实话就他一个人 这个爱哭鬼面对对面三飞轮 倒是有点意思啊 呃我觉得嘛 爱哭鬼这个角色 这三飞轮有操作起来的机会了 三飞轮只有操作起来的机会了 前锋杂技不好抓 他这边只能抓五女 那就看五女 五女这边的话刚没有看 好像五女是五女 如果说位置选在大方的话 很厉害啊 那五女往下一跳还有加速的 对吧 这边和自己的减速八银盒 再加飞轮 这把 看 先看这个 能不能完成三跑吧 这里上来五女果然大方 就是这个阵容 现在这套天赋呢 发财哥是没有什么特别好抓的开局的 这边选择找猫猫 猫猫上一把 这牵制可是贼秀啊 这边捏火跟你绕拉加速吗 还在找机会 飞轮CD 大伙有没有 有没有猫猫这边走位很秀 猫猫这边走位很秀 然后反手一颗球往外跳 发财哥这边想挥一刀 没能打中 猫猫今天不会成为救世主吧 他这波牵制 牵制的很舒服 该防的全防到了 好了 现在你直火出来了 我飞轮也有了 你能拿我怎么抵一颗球跳 这边交互 翻 一颗球 减你速 好 这边 口子上面一个减速 压住 往下一跳 进到减速八音阵 这个时候其实外面的舞女要小心 转手抓舞女是很有可能的 这边的话你看 其实舞女我觉得走晚了 她得早一点走 猫猫猫 因为今天这个东西就是比赛里面 大家注意啊 发财哥这边其实很有经验的 比赛里面猫猫今天的状态就是神友 你去抓他就是没有 这边抓 抓神坠 对吧 神坠上一把 发挥的并不是特别好 那我就抓你 就抓软柿子捏嘛 那看神坠这边的一个飞轮了 这个飞轮怎么交 拉火 飞轮漂亮 我刚才没有能牵制起来 现在不一定 你敢交啥 不敢交的 这个地方闪现 出去打一刀 插刀还慢 然后这边舞女往里面一翻 往上面一走 这边 ACT 穷者感觉全员站起来了呀 这边火完全打不到 来来来 先打一刀 就站这边等你 翻 然后往二楼走 这边是有减速的 舞女的话 待会往下 直接交闪现 直接交闪现 舞女往下跳 有加速 发财哥这边火 有没有机会 落地 这边舞女一个滑步 哎 倒了 2分26秒的击倒 这边有没有个地压室 没有地压室 没有地压室 套个薄命 其实私人开门战的面还挺大的 套个薄命 私人开门战的面很大的 这边的话是 火箭炮在旁边 一炮 打下来了 这个打下来 对于穷者来讲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拖你时间 就拖你上话时间 你看这边舞女爬在一个减速八音阵里面 现在哭泣小丑这边这台机子 现在就对发财哥来讲 就一波 一波火 一火一刀 把这个哭泣小丑抬了 他才有翻盘的面 要不然妥妥的私人开门战 球者这边是双薄命 哭泣小丑前锋双薄命 哭泣小丑这边拉火箭炮 减你速 人救下来 一刀还没打中 因为刚刚有减速效果 舞女这边的话只要拉开 倒到前锋的怀抱 往后面倒 求问这边要不要留一个拨命 因为杂技来就 其实也能打出私人开门战的 私人开门战应该是有了 这边的话 等到舞女岛地上挂 外面的机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台机子 就差没多少了 发财哥想把人往回挂吗 把人往回挂有个问题 什么呢 这哭泣小丑再给你来个火箭怎么办 万一打下来了呢 有没有说法 有没有说法 火箭炮 那前锋撞救 前锋撞救也是稳稳的私人开门战 对 可以 救下来套薄命 套完薄命以后 前锋这边掩护 密码前锋再撞 没撞到东西 该天门的天门 该天门的天门 这边的话 舞女有个飞轮 你打一刀吗 这边在等 在等 在等 下面的话前锋好像在准备 翻 走 往回 密码机点亮 这一波往回 落地有加速 舞女 拉的有点开 但很可惜前面没地窖 这波有地窖兄弟们 都有可能四跑吧 一个滑步 发财哥这边 看错了 这里的话 前锋给球了 前锋给球了 前面舞女有球 前锋给球了 发财哥这边有闪现 舞女拉球 但是这个球的距离 应该是不够的 距离是不够的 发财哥这边 拉个火加个速 交个闪现 舞女手里还有个飞轮 前锋也有飞轮 这边的话 枯起小手火箭炮 诶 带着飞轮 带着飞轮 船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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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掩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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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操 这牛啊 取悦留一个还能加赛